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這把槍有兩種射擊模式 第一種射擊模式就是我們主要射擊模式 跟一般的手槍一樣就是這樣點射 現在由於它原本好像是半自動 但是由於它現在有半自動可以按著射 所以我們只要按著左鍵它就可以一直射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打起來的話 就很像手槍 就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像手槍 輕怪的感覺的話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好用就是了 再來第二種則是它的刺藥射擊模式 刺藥射擊模式跟教條德特王有一點點的類似 就是會把所有的彈夾給清空 基本上就是會長這個樣子 大家看它是會一瞬間把它全部射完 那這邊比較特別需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一個在射的時候 大家看我現在是按著右鍵 就是我在瞄準的時候 那當我按我的刺藥射擊的時候 我右鍵持續按著 它是會自動把你的這個右鍵給取消掉 對大家看它是會變成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那把叫什麼啊 靈化武器那一把 瓦斯托 對瓦斯托硬桿一樣 就是它會把你的這個勁給關掉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算是有一點有利有弊 好處就是我覺得它這個刺藥射擊 輕怪起來會比較快速 那壞處的話就是它把你的勁關掉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特別的好就是了啦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 不管怎樣的話 如果是那種的話 它就算這個射完 我還是會想要有一個勁可以看會比較好 射一點就是了 但它會把你的勁給關掉 那可能就是會需要 把它當成這個左輪手槍嗎 也不是左輪手槍 就是誰把誰射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嗯你需要依靠自己的 高超穩槍技術 然後來去壓強 不然它會直接 飄去外太空 好啦沒有那麼扯啦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已經這一個配置中 有上一個穩定啦 不然大家看 就是沒有上穩定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 後座力會更高 它可能會到這邊啦 啊我現在有上穩定的話 大概就是會 往上飄 但 這個彈痕 好吧 準確率不是到特別的高 好那麼我們接下來就來講一下 它這一把槍的基礎素質吧 那首先呢 是這一把槍呢 還有兩種射擊模式啊 那半字洞 剛剛前面就稍微說過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這個彈藥的問題喔 彈藥的問題的話 大家會發現到 它一個彈夾8發子彈 但是它沒解一次子彈 就會加60發子彈 那被彈呢 有210發 基本上呢 完全沒有任何的彈藥問題 你可以隨便想射怎樣 就怎麼射呢 然後這個子彈你只要有撿到的話 你的這個彈藥就會補充60發非常的多 那麼在它這個基礎的部分喔 大家會發現到 它的上面跟下面其實的這一個 呃 該怎麼講 面板是一模一樣的喔 那也就是說 它其實次要攻擊就只是 單純你連射8發就是了 那大家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欸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半字洞它的射數是3啊 然後我們這一個 呃 射擊精準是極高這樣子 啊那我們全自動 就是 也不是全自動 就是次要攻擊 它的射數是4.17 然後它這個射擊精準會較低就是了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呃 我比較推薦大家就是 都是直接玩次要射擊就好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的這一個半字洞 它單發傷害其實不夠高到去清怪就是了 那我們通常如果要清怪的話呢 欸我們用全這個次要射擊的話 它這個射數比較快 清起來也會比較好用就是了 那它這一把槍呢 它本身的這一個彈藥效率 基本上就已經非常的高了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 就算一直用這個次要射擊射的話 我們的子彈也比較不會太缺就是了 好 那麼這個半自動也不是說完全沒有用處啊 除非你今天是要打遠一點的怪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用半自動射精準度高一點會比較好射就是了 好 那麼講完了這一個面板之後呢 接下來就來講一下我們的配置吧 那配置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會比較推薦大家打這個樣子啦 那這裡的話呢 呃其實是有一點點的私心之類的啦 那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這一個配置 大概怎麼配吧 那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玩熊是走一個病毒火的配置啊 那再加上了一點點的這個 裝填 算裝填之類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機箱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 病毒火部分的話 病毒玩熊是拿了這兩張精毒 冰毒來這一個做一個搭配喔 那主要就是要讓我們能夠拉高我們的狀態處方 又可以給我們組成一個病毒元素 那火元素的話呢 則是用我們的萬年不變的火元裝填P 來去達成一個火焰傷害 那這邊的話呢 既然我們都打病毒火的這個配置了嘛 那我們的負能當然就少不了我們的連貫閃燃 去提高我們的這個 基礎傷害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有連貫閃燃提高我們基礎傷害 我們一般用的話 會比較建議大家 欸就是這邊選擇放我們的這個激昂射擊啊 不過呢 大家會發現到 呃 呵呵呵呵呵 這個多少是有一點容量問題啦 那 那 主要是因為這一個部分 然後再加上一些一些 這個 考量的因素 所以這邊的話 晚熊是暫時放黃蜂遮事就是了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就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欸 理論上來講啊 你一般要用的話 是會放激昂射擊會比較好喔 因為他能夠給觸發 然後他這個激昂加持牌就比較高 比這個黃蜂遮事還要高很多 那這邊的話呢 為什麼晚熊還是會選擇放了一個黃蜂遮事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 呃 這一把槍啊 其實個人用起來 我覺得他還是比較適合 就是隨把隨射的那一種類型 對 就是跟瓦斯托有點像 因為他的這一個 嗯 單發清怪 真的沒有到特別好用 啊如果都用刺藥武器 刺藥攻擊清怪的話 就也會像前面那個 實戰預告 或者是說等一下實戰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到了 欸他其實 清怪的這個效率 沒有到特別的好就是了 那那個氧氣呢 就是會很容易就掉光光 就是了 那總而言之啦 我自己是覺得 他還是比較適合那一種 就是 拿換換 就是幹嘛 你突然遇到比較硬的怪 還是怎樣 然後就把他換出來 然後直接速射這樣子 那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是這種換出來就直接速射的話 那我們當然這個 激昂射擊跟黃蜂遮事的話 會比較推選黃蜂遮事就是了啦 因為激昂射擊 他還需要殺一下怪去疊就是了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比較看個人啦 如果你想要常駐用的話 就是換激昂射擊 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就可以考慮直接放黃蜂遮事就是了 好 那麼在這裡的話呢 有病毒火的話有激傷 那當然就少不了我們的這個多重啦 多重的話呢 這邊還是會建議大家選擇激昂擴散喔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不管是要這個 把出來就射 還是說你直接平常就要射啦 這個激昂擴散 這個加成其實 都一樣 對 大家會發現到 我們如果放激昂擴散的話 我們平常殺怪的話 他會疊多少射擊 那我們放變合彈頭 彈頭擴散的話 也頂多加這個60%速度 那其實我是覺得 放誰都沒差啦 那如果你要去拐一個 閃避速度的話 那麼再放這個病盒吧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就是 平常就直接用的話 那麼就放這個激昂射擊 加激昂擴散這樣子 好 那麼有了這一些 有的沒的的話呢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雙爆啦 雙爆的部分的話呢 完全選擇這個 手槍精通跟弱點專精 來紮這個雙爆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降射速的話 手感多少會有些影響 那麼再來做一張MOD的話 會建議大家放上我們 手槍元素式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這一把槍雖然不是靠 這一個狀態傷害打傷害的 但他其實這個技能上 我們都配出病毒火嗎 那所以說這個火 那大家可能 可能等一下大家會發現到 有一隻卓越者啊 他其實沒有死 就是被我們一管 下去沒有死 但他會被那個火元素的傷害 給跳 然後就死掉這樣子 那其實多少還是會 有一點輔助的 那最主要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這邊啦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放一個 這個裝填速度啊 但 那 就 猶如之前說的 現在這個裝填P 他加88裝填速度 然後手槍元素式 加60% 那通常來說 他們兩張都加裝填速度的情況下 大家發現喔 我這邊裝手槍元素式 他變0.6秒 那我如果把他換掉 換成持續火力 他也變成0.5秒而已 那基本上呢 是差不多的這個加成效果喔 那也就是說呢 這6號我就覺得 預期放裝填P 不如就直接放一個手槍元素式 不僅可以加這個裝填速度 還可以去給我們 有一個額外的傷害加成就是了 那最後特殊關潮的部分 他會建議大家放上我們的穩定槍手 因為這一把槍的後座力 真的是有一點點的高 欸 僅僅於這個次要射擊就是了啦 那主要射擊的話 你如果要玩主要射擊的話 可以再自己考量 不要換成其他的 例如換個消音 然後再搭配這個隱身甲之類 有的沒的 可能會比較好過一點啦 那我是覺得 放穩定槍手會比較順暢一點啦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偏用次要射擊的人 好 那麼至於用法的話 其實也就是 平常這樣打怪而已啦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啦 那這邊 就稍微打個意思啦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有連貫閃焰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我是放黃蜂這次 所以說我平常打怪 一定會有一些的基礎方法 只是說還是會需要疊連貫閃焰啦 連貫閃焰還是暫抵蠻重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你要放激昂 才能嗎 那個叫什麼 激昂射擊 反正就是那個 異況超量手槍版 其實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大家發現到其實疊起來之後 這個火傷害 這一個 也是跳得很痛的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放手槍元素 不是就是不會放爆發裝填P的原因 你看這個火傷還是很痛 即使我這把槍本身 並不是想要讓他打這個持續傷害 但他還是很痛 好啦 那其實傷害就差不多是這樣啦 那... 今天影片呢其實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後面接下來就是一個小小的實戰部分啦 那麼看完之後呢 今天的影片也就到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按下小鈴鐺 上我手機的影片 按下一個小鈴鐺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IEND的武器啊 或戰甲也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如果看到後 就會把牌錄拍影片形成裡面這個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啊 那麼大家看完實戰之後呢 就可以解散啦 那麼大家掰掰 CacheOculusts are scanning the targets The sentient has detected you Fight is in coming 1 2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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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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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